这里是大型互动职场招聘节目 非你莫属 欢迎节目主持人张少红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非你莫属 仍然是在中国传媒大学 今天晚上我将会非常非常傻 因为今天晚上 约等于是一个游戏专场 我们场上的十位老板 都是游戏领域的人物 我是一个从来不玩游戏的人 我是一个物正业的人 来认识一下 今天的十位老板 欢迎你们 游戏企业专场播手团成员 世界副总裁王宇云 巨人游戏副总裁季学峰 吉林网CEO 新盘游戏制作人盛景 360游戏CEO刘亮 陶乐网络副总裁傅豪 网易游戏市场总经理吴欣欣 声打游戏副总裁陈芳 莫名科技创始人兼CEO陈茉 公女游戏CEO 宋阳 古巴同城CEO 邀请波 余号 哈尔滨人 美发专业 兄弟 好 我叫余号 来自黑龙江哈尔滨 我今年28岁 希望今晚大家能多多支持 谢谢大家 各位老板好 我叫余号 我是玩过上百款的网络游戏 希望今晚能找到一个跟游戏相关的职业 谢谢 好的 欢迎余号 做美发行业 对 做了多少年了 那个学了一年 然后就是在我妈妈开的店里面做了一年 就两年吧 对 学 那你都28了吗 主要从事夜场的音响还有五美 怎么又改夜场音响五美了呢 那个时候可能因为年龄小 就是因为你每天如果在这个店里待着 如果是没有生意的话 你也只能在那待着 然后可能是我就就是玩性太强 就是总待不住 就去夜场做DG了吗 是吧 你什么时候辞职的 去年的中旬 2012年的中旬 对 那从中旬到现在这又半年多了吗 然后这大半年又干嘛了 在家宅着玩游戏 这大半年在玩游戏 你的收入是什么 没有收入 你就在家玩游戏 玩多长时间一天 就 基本上是一睁眼玩到睡觉 人际交往呢 朋友出去吃饭聊天啊 这个 现实上的朋友很少 我都是在网上跟他们游戏里的 现实生活当中除了父母之外 还有熟人吗 有女朋友 有女朋友 有啊 有 你们两个多长时间了 两年多 你在家宅了大半年玩游戏 你女朋友没有意见 这可能暂时没有 所以我这不出来找工作了 我怕她万一再就有意见了 啊 所以赶紧出 那你今天找工作是 面对这些游戏企业 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这个从我的兴趣点出发 我觉得只要跟游戏相关的 啊 好吧 今天恭喜你全都是游戏企业 对没错 那可能我看到你的第一项写的是游戏体验师 那其实这个职业呢 那可能不会像你玩游戏那样 我想玩 我怎么去玩 可能游戏体验师可能同一款游戏 你一天一个场景 一个动作 一个任务 你可能要玩上百遍 它是一个工作 对 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状态 啊 你你和别人沟通怎么样 没问题 你觉得从你上台到现在 咱俩的沟通怎么样 可能不太顺畅 为什么 因为比较紧张 头脑转速不够 现在好了吗 好了 好点了吗 胃不抖了 哪不抖了 胃 好 胃不抖了 心还在 好 来 陈默提问 你玩了三百款游戏 然后游戏时长也非常的强 然后我想知道 就是说 你认为 就是网游是 网游中的什么东西 让你特别的着迷 好 好问题 因为 这个每一款网游 首先它的这个 呃 构图 还有它的画面 还有它的所有的东西 基本上 也可以说大同小异 但是有各有不同 有的游戏会有各有各的特色 我就是 我每个游戏都玩 就是因为 我要体验 每一个游戏和每个游戏之间的不同 那个 你说 三到五个你玩过的游戏 然后说一下 你都玩到了多少级 霸王大陆 谢谢 玩到多少级 玩到顶级 还有一款 现在正在玩的风暴战区 第一次设计的游戏 玩到五十六级 嗯 还有什么 魔术世界 玩到 嗯 它是第一次测试的时候 它的上线能力只有四十几 我玩到四十几 嗯 你作为一个游戏体验师 的这样一个求职的臆想 同时呢 你又体验了上百款游戏 且不说这个 数量是不是有这个水分在里面 那么我想问问你说 你就你学的这个专业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或者你体验到游戏里面 我们或者你经常玩的这些游戏里面 这些在发型方面 你觉得你对他们有些什么样的评价 咱们这样啊 不拿发型 框子的 声音也好 发型也好 音乐也好 什么什么也好 从游戏的细节来入手 因为你要做游戏体验师 游戏体验师要敏感啊 要把些微的差异都能表述出来 嗯 剑灵 剑灵它里面这个 这个人物建造 就是剑人物的时候 它里面给你提供了非常丰富的 这个人物的捏形 你可以任意换这个人物的发型 肤色 眉毛 眼睛 还有眼睛的颜色 甚至嘴唇 还有身材 上下肢的比例等等 你玩过这款游戏吗 玩过 啊 来 副好 我也问你一下 因为你刚说 你去体验这么多款游戏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有很多不同点 你想看他们的不同点 这些不同点我们把它叫创新 其实我们做游戏 创新也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像我们《桃花源记》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创新点 我想你说一说就是 能不能谈一下你对游戏创新 你可以给我举一个新鲜的玩法 这个玩法怎么样把它放到游戏中 让它变得更有趣 目前玩的 我觉得 画皮2 它里面有一个面具系统 还有很多的这些 它有一些到一定时间有一些小的活动 会 我觉得会比较好玩一些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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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你每天 你每天上线第一时间 你可以去你的那个 就相当于 相当于你的一个农场 就是你自己的心灵 是心灵之境 没明白你的意思 我明白了 那是我们游戏 我们做的 它玩的还真是玩出道来了 差不多这个意思 它是说不出来 其实它识别游戏 包括刚才提到的建立 你觉得还可以 其实它玩的时候还是玩明白了 它就是说不出来 是这样 于昊 我替于昊说句话 于昊因为这半年多 没有怎么见人 常年独立生活 所以语言表达能力 我相信 他跟他女朋友之间应该沟通 是没有问题 是 帅哥 诚伯 来 看这 我觉得状态不对 这样的下去 大家没法给你留灯 你就说一件 你干过最得意的事情 你做了最成功的一件事情 好 就把状态扭一下 好 不一定说游戏 不一定说游戏 当然 那就是我做五美的时候 一个人独立完成了一套灯光系统的编程 编程 对 学过吗以前 没有专业学过 就是上一阵灯光师在那操作 你在那看 他也不会去手把手的教你去怎么操作 你只能全靠自己看 然后自己去琢磨 他说 舞台灯光的电脑灯 这边层 跟游戏里一般任务的脚本 差不多 其实小伙子 做的东西原来也 不是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 反正上进人就发现亮点了 来留亮 就是你玩这个画皮二啊 现在就要狐仙了 就马上三个零要做 现在就要狐仙 你洗出来多少个四边当时在里面 你们说的是什么黑话呀 就是洗那个面具的四边呀 你洗出来过几张 没洗出来过 没有洗出来 应该洗出来过这两张 我玩那个游戏 我自己在体验的过程中玩两个多月 大概洗出来有三十张左右吧 你玩两个多月才洗出三十多张 已经很厉害了 上近是这个游戏的作者 给你们看 好好好 我丝毫都不关心 洗出多少张 洗出多少张 反正你们自己有判断 稍等各位 第一印象差不多 第一印象差不多 无论你离开 还是继续 都可以发问 我们现在有一个基本表态 去或者留 选择 没有人离开 游戏行业真是神奇的行业 非常无论 来 欣欣还没说话呢 我玩了一百多款游戏 在这里面的游戏 你魔术世界才玩到四十集 那你到底把哪一款游戏 玩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极致 首先因为这个魔术世界 它刚开始测试的时候 它的顶级只有四十集 所以我就玩到了四十集 你在游戏里面赚过钱吗 基本上没有 基本上没有 所以根据你的描述 我感觉你玩的游戏很多 但是没有哪一款游戏 玩得特别的好 这样的话 严格意义上来说 你不是一个称职的玩家 欣欣 这听人说句话 我们对玩家的要求是零 对吧 人家不负责 玩得有多专业 对 开心了 这就是标准玩家 对对 我非常同意上进这个话 其实我们对玩家最好 不要有什么称职不称职 我觉得任何一个玩家都是很称职 但是现在 对 作为一个玩家 他不是玩家了 对 他是要找工作的 对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 那作为一个体验师 这是需要非常专业的 但是他可能说 入行的这个 入门的门槛 可能不是特别高 但是后面对你的这个专业性 会要求会非常的高 这确实你的第一步优势是有 其实你玩过一百多块的游戏 这是一个优势 但是你仅仅差了下面一小步就是什么呢 你玩的时候你没有思考 你应该去思考去总结 对吧 今天你这个不但思考 总结没有让我们看到 就是说哪怕你这个玩的这个经历 说出来你也没有 我觉得这两步的话 其实对你来讲并不是很难的 因为其实刚才山静也提过 特色这一块 其实你捞得很准 但是你只是在这款游戏的 这一个小点上去做了 你如果是每玩一个游戏的 每一天每个细节 你都这样做的话 其实我相信半年之后 或者是更短的时间 你再站到这个舞台上 其实你会表现比今天好很多 好 谢谢各位的建议 来麻烦各位再提一些问题 挖一挖他身上的劲 来于 生活在网络时代的人 有很多不同的表象 那于浩我想知道 你是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看到你跟人沟通 确实简单直接真实 但是呢 可能会让人觉得 你没有办法有过互动 我想知道在网络生活中 你也是这样吗 因为有些人在现实生活中 不爱说话 但实际在网络生活中 特别活跃 我在现实生活中很沉闷 但是在网络世界里就 反正你也看不见我 我就特别活跃 那你与你的伙伴 在游戏中完成的 最漂亮的一件事情 让你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就是我带领我 这个战队的队友 去打败了一个 我们服务器排名 靠前的一个战队 我现在有一个 一百人的战队 我每天跟他们上去 各种聊天 然后打打比赛 然后一起娱乐 你在网上和人 做人际沟通 很频繁吗 应该算是很频繁 为什么 到了现实世界里面 就会是另外一种 你自己觉得 因为现实世界中 可能没人 没那么多人 听你说废话 大家都很忙 时间都很紧 就我一个人没工作的 其他人都有工作 谁陪来 谁 没人跟你聊天 那你就去找份工作 来了 什么来了 你中间还隔着八个月的 你倒挺会聊天 我觉得是 其实不要去这样责问他 因为他可能更喜欢的是 游戏中这种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大家更 没有那么多物质上的这种 刘亮 你 你不能把虚拟的叫做真实的 说我们现在 说错 真诚 更真诚的 在现实中大家的交往 那是你以为的真诚 谁说现实生活当中都是耳鱼我诈 我诈过你吗 你耳过我吗 刘老师我想 在现实中 两个没有任何关系的人 他们不愿意去产生勾动 对 我觉得 其实 你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绝对话 说网络的那个是真诚的 现实世界是耳鱼我诈的 不是这样的 别说了 事实上 是这样的 耳鱼我诈这个词 八名的比网络要来的更早 对啊 那没问题 肯定的 对 所以其实 现实世界当中还是有耳鱼我诈的 现实世界当中一定有耳鱼我诈的 就像网络当中有网络骗局一样 对 没错 没错 但我想 我想说 刘亮产表达的是说 概率不一啊 其实在网络里面交流 介于那种有面具的保护 人往往能够表达出更真实的一面 这点我同意 但是咱们 同意就好了 这点我同意 我认为你们作为一个产业 一定会有产业 非常成熟的系统 但是你们不能回避 游戏有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所有的问题都是两面的 是 咱们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极端化 网络的是真诚的 难道就因为他的真诚 所以他就可以不来现实世界找工作 刘亮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一个28岁的人需不需要有工作吗 需要 不就完了吗 所以我们正在告诉他应该适度的游戏 所以咱俩个不矛盾 是你先引起来网络世界的交流 很真诚的话题的 游号现在此生此刻的状态 肯定是我们大家不推崇 不喜欢的 但是因为他爱玩游戏 他有潜力 我们大家看到的是他的潜力 非常好 只要能把它引到正路上 通过玩游戏 玩出成绩来 是的 他就成功了 如果他还是维持现在状态 他现在这个状态 肯定是我们大家不鼓励的 所以你们要在他身上挖亮点 但其实游戏体验室里面 游戏公司里面还有一个职业 就是找这个游戏哪里不好 你是不是可以释出 从你一个你玩过的游戏里面 举个例子 你说那个游戏哪里不好 你现在不是在玩画皮2吗 那我画皮2举例吧 你觉得画皮2哪不好 他有点有点酸人 因为他的某些活动 那点好啊 不不 我的意思是他的某些活动 他的一些游戏里的活动 是定时定点的 就是你不 你这个时间不上 这个活动你就过去了 具体的哪一个活动 就是龙舟巡游的那个 每天中午和每天下午 这个你做个时间就没有了 嗯 你再上就能 那你可以在晚上乐武力园里去补呀 人家说你游戏不好 要虚心接受 十位 虚或者留 如果你们的灯仍然亮着 主动权就转到了 小鱼的手里 选择 谁方离开 云是离开了吗 再按一下 好的 虽然有七位离开 报告你好消息 还有三位留了下来 听一下三家企业提供的职位 来从麒麟开始 那个首先啊 他是我们新品那个画皮二的这么一个玩家 嗯 马上呢跟三位要合作来推 呃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倒是可以来新手参与这个产品的 呃 工作 所以你给的职位是 因为体验师根本就 我们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岗位 好 画皮二的客服 画皮二的客服 做你喜欢做的游戏 好不好 好的 画皮二的客服 这份工作来自麒麟游戏 来 呃 富豪 我也是建议你从游戏客服开始做 现在要有这个行业 工作地点是 深圳 工作地点深圳 对 好 上级你这是 我们在北京 北京深圳 来陈墨 墨林游戏 呃 我们提供的职位也是游戏客服 嗯 然后 我们的工作岗位 呃 地点也是在深圳 呃 三家提供的全都是客服 于浩 思考一下 走上前去 灭掉其中的一盏增 谢谢 谢谢 再见 陈墨 留下来的两家 陶乐网和麒麟游戏 谈钱不上感觉 呃 我这边能够给到你大概 啊 五千左右 呃 前提啊 前提是 小伙子 呃 我也理解为这是一个机会 因为我觉得更多的是 你现在喜欢这种感觉 好不好 然后呢 你能够坚持走下去 要否则的话 我觉得你浪费我一番心意了 真的 游戏行业真有钱啊 我们这边客服 给到的薪酬大概是三千左右 但是我要说一下就是 呃 转岗的机会是 只要你能证明自己的能力 转岗的机会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也有一些呃 同事呢 您的时间呃 薪水涨哥五六倍 六七倍 都是大耳人在的 好的 谢谢 谢谢富豪 三千 五千 思考一下 一号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麒麟游戏 还是陶乐网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你们 再见 我选择麒麟游戏 从特别特别紧张到最后结束的时候 特别的放松 嗯 我感觉我把握住了这次机会 我找到了一个工作 我希望一个全新的自己 来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中 我希望 以我百分之一百二的热情 来干好这份工作 看到余浩 今天在这找到工作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让人高兴的事情 没有 所以上季 争取三个月以后 帮我们交一张满意的答卷 好不好 好 加油 选择快乐 选择乐巴 这里是乐巴鼠片 非你莫属 感谢乐巴鼠片 对本栏目的独家冠名支持 上五八同城 招聘应聘入职快 五八同城一个神奇的网站 感谢本节目的特约部分单位 五八同城的大力支持 同时你也可以在五八同城上 报名参加节目 下一位 高敬 黑龙江农肯学院 护理专业 大专 大家好 我叫高敬 来自黑龙江 我喜欢的一句话是 心有多大 微笑就有多灿烂 希望大家支持我 谢谢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想要寻收的职位是 销售 市场营销相关 以及营销总监助理的工作 谢谢大家 少老老师好 你好 太喜欢您了 能抱您一下吗 当然可以了 终于见到您了 平时来 平时玩什么游戏啊 切水果啊 还有呢 愤怒的小鸟 还有呢 一笔画 所以刚才他们说的游戏 你没玩过对不对 对 所以你不是来找游戏公司的工作的对不对 嗯 差不多吧 反正我不太懂游戏 不太懂游戏 游戏公司要不要不太懂游戏的 陈梦 要的要的 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岗位组成的 比如我们的行政部门 或者说营销部门之类的 就会不偏游戏一些 好可以 所以没问题 怎么干着干着护士不干了呢 体检中心 对 做了大半年的财学室的护士 嗯 然后一二年四月份开始做销售 一二年四月份就已经改行做销售了 对 做什么销售啊 体检中心的销售 还是体检中心做销售了 对 那为什么现在又不想在那做了呢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那就是公司比较小 可能发展的空间也局限一点 那今天呃就做营销是不是啊 嗯 就是营销或者是销售 营销之类的 营销主管的助理 是这个意思哈 大公司的话就只要我能跟他学到东西就可以 来进步来 我想问的就是说你原来是在做护士是吧 是一个服务别人的工作 按别人的意思办 现在做销售是要改变别人的想法 就是说你去做销售是你主动申请的 还是说你的领导看到你有这个潜能把你调过去的 嗯 两者都有吧 嗯 因为我们销售我们那的营销总监他比较看好我 因为体检中心他会有的时候出去做一些市场的宣传 就会比如说我们摆一个展台 需要有护士去给大家量血压 然后我就比较积极主动 你销售主要对象是什么是电话还是拜托 电话也有电话也有 起初的话可能会先打电话 然后扫楼 然后就是 哦还扫过楼 嗯对对对 多次拜访直到签单成功 还有一个就是体检之后的这个客户的维护工作 都是我们来做 你在做销售的时候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我谈下来一个我们同事 没有谈下来的单子 怎么怎么谈下来的那个客户呢他的公司也不是很大一共三十多个人 然后他是从前一年就想有意向去我们那去做体检 然后我们同事有去过的但是这个负责人来讲就不断的跟我们说压低折扣 然后我们这个同事就是挺不耐烦的也不愿意去伺候这样就是量又不大 对量又不大 价钱上还那么叽叽歪歪 对对对对 然后他不愿意去谈后来那个单子就在前一年就没有在我们家做 然后后来就是今年一二年吧 一二年六月份的时候他又打电话到我们到我们单位说那个你们给我送一个报价过来吧 然后我们这同事也是没有人愿意去 然后后来我就去了之后也是多次去沟通拜访吧 这个负责人后来聊他工程当中知道他也是黑龙江人 然后他觉得我这小女孩挺不错的后来之后到今年十二月份的时候在我们家做了体检 所以有两张 你的核心价值就是跟他都是黑龙江人 不不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打了两张牌一张是老乡牌还有一张是吃苦耐劳牌 一趟一趟 首先这个我觉得老乡还是管用的啊 因为我也黑龙江的所以我这个 这个特别有亲切感啊 从这时候你打老乡牌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打老乡牌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这样 因为这个虽然你这个游戏玩的不多 但正好我这边带来一个什么感觉呢 我想所以我想先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你喜欢旅游吗 旅游喜欢啊 第二个喜欢摄影吗 那个隋风你能把你的笑容稍微收敛一下 这个就是喜欢摄影 嗯 还行就是平时看见好看的风景就会拍到手机 你是喜欢摄影还是喜欢自拍 不是自拍 不是自拍哈 嗯 但是绝对不算摄影吧 因为也不懂太专业了 就是拿手机 喜欢随手拍 我带来一个这个我们线下世界项目的话 我们有一个特殊的职位叫这个游戏取景师 他的职责的话就是取景就是到处去拍摄 然后作为我们游戏里的素材 哎哎哎你稍等这是个职位吗 是职位游戏取景师 你确定这是个职位 是个职位 不是你刚才看到了高兴之后编出来的 这个这个我可以我可以替你学风作证的 这个在游戏界的话估计还不多 但是呢我们公司的话在这方面非常重视 所以我希望的话 就是如果你在这方面啊 如果是兴趣还是比较大的话 我可能会给你留 好好好有兴趣吗 把它当份工作的话 把这个啊 还给你顺道旅游啊 当成 你想你想 我这么帮你分析问题妹子 你想 天上会掉馅饼 如果天上掉馅饼呢 如果天上掉了馅饼呢 那我就接着呗 好 高兴 高兴 高兴啊 看来咱俩之间有代勾了 刚刚那个高兴说到那个这个什么 说大公司 这个如果是在大公司做这个主管住的也行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是特享性大公司吗 就你你是怎么看大公司的 只要有发展 就是我能学到东西 我希望我毕业之后三到五年就是能特别的 就是能成长得特别快 我是想跟你说 其实像我们这种就是新兴的高速发展的公司 它可能能给到你一些大公司给不到的东西 因为坦白说我们跟这个在这个大公司不一样 我们没有大公司的光环 所以我们只能给点更实在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给这个优秀员工配宝马 我昨天刚刚陪我们一员工去提案量宝马 就是给他奖励 这些可能是大公司可能就比较难给到的 所以新兴公司有发展前途的 也是很值得考虑的 附好 咱们不再拿钱砸人呢 而且那个钱 我告诉你那个钱也不够大 坐在我旁边的季学峰 05年进入游戏行业 今年7年身家早就过亿了 别拿这些砸 不不 我特想说 其实这绝对不是拿钱砸人 是因为我们觉得 因为游戏行业 人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觉得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 让我们的优秀人才过上好日子 是我们愿意 你这么说就特别好 富豪 别拿宝马下我们 我们确实经不起下 心里要有定义 好不好 咱们先看一下大家对咱的第一印象 好吧 好 十位 去或者留 选择 全国离开了 四川离开 云离开 三位离开 还有七位在场 这一生我有财 来 陈方提问 我想你就把我们这些当作你的营销对象 注意是营销不是推销 来营销一下你所做过的这份体检 陈总您好 你好 我是体检中心的 你好 今天过来想给您送一份我们的这个体检介绍 您一定也是平时都特别忙 一定没有时间 所以我没有太多时间来听这个介绍 对 也没有时间去关心自己的身体 没时间听咱介绍了 对对对 抓紧 而且我身体还不错 我应该看得出来 是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觉得自己身体不错 但是 但是 你告诉我 如果你去体检的话 也许就会查出一些潜在的毛病 对 但是我一直认为体检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如果你去体检了 体检不出毛病才是我想要的结果 对 那您是怕检出来毛病您心里有负担是吗 对对对 对对所以还是我觉得还是事业跟重大 那您这是心理上的心理上的您过不去呀 我觉得 所以我应该去检查一下心理 作为一个大老板 您这一点心理上过不去 我觉得不应该 您应该更关注自己的身体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嗯 您应该自己有了好身体之后 才可以就带着你带着你的员工 把公司做得更好 最后其实核心 你就是告诉了陈芳一句话 对 不要看你年轻啊 天有不测风云 这我怎么听得像是卖保险呢 不是不是不是 我们我们绝对不会跟客户去说这些就是这些尖锐的话 对对绝对不会说 您要是没有时间 我先把我这资料留给您这儿 您有时间的话看一眼 什么时候想做体检了 给我打电话 好的谢谢 高静 他是一个做游戏的 我觉得刚才销售 从范范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 他做游戏的 就是说你在去见他之前 你会做哪些准备工作 我们会先从58同城上 搜集一些信息 然后 58同城上面可以收到圣打游戏 对 因为最基本的这个活 就是从一些网站上 就是搜集一些资料 然后去最开始的话 可能会先打个电话 问一下有没有这个员工福利 我觉得他能提到 就是说在58去查 我觉得已经非常好的销售了 因为58虽然明显是查不到的 你今天为了能捧他 就宁说58能查 能查到 那个有让我们称说 你能查到客户信息 有电话 对 有客户电话 58是企业主 最集中的地方之一 因为招联就是企业的HR和行政 所以他们在58找企业资料 你说高静说 对对对 姚静问你不要着急 让高静说 高静说 一般58同城 前程无忧 就很聪明 这些地方都是 网站上面 就是他可能不会 就是给你直接写出来 就客户的电话 但是只要你注册了 成为他的用户之后 一般都会显示 就很聪明 你用一个去应聘的渠道 去推销你的 对 有的时候我们打电话 就会说 就是假如他这个态度 很不耐烦的时候 就会说 您那招人吗 我问一下 这是你自己想出来 还是说你们这个 可能有人教你的 这个是固定的一个套路 是我们经理跟我提过一句 提过 经理提示过 来刘亮 你是不是觉得 跟在座的这些人交流 是很顺畅的 还挺顺畅的 对 如果有一个岗位 就是专门向他们去推销 网络广告 让他们的游戏来去投放 你觉得这种岗位 你觉得有意思吗 还是说我不了解 我肯定如果要是做的话 得从最基础的开始学 非常专业的这种 用电脑吧 三远人安全位置总知道吧 三远人安全位置上的大广告 卖给巨人 卖给相大 卖给麒麟 现在卖给游戏公司吧 就是这样的一份工作 会考虑 也能考虑 七位 现在二次选择 如果灯人亮着 主动全就到了高镜的手里 选择 好的 全峰 又有四位离开 三位留下来 注意 这个时候 你要对自己的职位 非常慎重了 声大游戏 全峰 我想给的一个职位 其实听上去很普遍 但你刚才没有提到 其实是一个商务合作专员的 这样一个职位 因为我觉得 你在单对单的沟通 包括你使用的一些技巧 商务上面的一些简单的技巧 我觉得这些都 应该讲你刚才体现的 也非常的不错 好 来 五八 今天是游戏专场 五八也有游戏频道 而且刚刚推出 成长得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爱好是做好一个业务的前提 他如果不爱好游戏的话 我觉得做好的可能性就小很多 所以我准备给你非游戏的岗位 就是五八同城在线广告的销售 因为你原来也是对企业销售 你用过五八同城的网站 所以你上手应该会比较快 另外销售五八同城的销售 而360的销售不同 360的销售是把销售做成假方 我们的销售出去非常强势 只是把数据摆在这里 客户都会主动来签单了 所以这个公司的销售呢 你可以 也就是说你们的客户 你的销售不是去卖东西 是出去抢钱的 不不不 所以这个销售是没什么成就感的 对 就是一个服务 就是一个收钱的工作 对 说明老姚也承认了一点 就是说我们的销售真的出门是很强势 全国网络公司里面只有360能做到 销售做成假方 你们的销售 你给他的职位是什么流量 销售 游戏销售 销售什么 我们的这个广告位呢 卖给在座的其他这些每家游戏厂商 你如果说的这么强势 你要他干嘛呢 你要他干嘛呢 你只要一个收水电费的就行了 可以做你们销售 他说的特别对 就是当当当就喊着 不是不是说 对 你别说谁呀 不要说收水电费 谁呀 360来收费 如果是这样的呢 可能只能收到百分之一 他不是一个销售的岗位 是一个收银的岗位 收银员 收银员 好 知道了 高兴思考一下 走上前去 灭掉其中的一盏灯 再见 陈芳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您就会扔口 留下来的两家企业是 360游戏和58同城 谈钱不上感情 是这样 那个流量一定会给一个高薪 这个底薪是高薪 但58我们的是统一的标准了 我们的直销 就是2000的底薪 然后提升是很高的 所以就是说 你有可能拿到上万的薪资 如果说你对自己有信心的话 这个高进进入我们这个行业 是上手最快的 才肯定是比较保险的 就能够长期坐下去 能够平稳的发展 进这个游戏行业 进那个岗位 如果你对自己的误信这方面有信心的话 也是一条很好的路 好的 来 刘亮 他已经告诉 就是老姚也说了 就是你如果对自己有信心 应该来这里 如果没有信心呢 建议去58 刘亮你看 我帮你说句话 你非得往死了逼我 刘亮我跟你说 刘亮 你知道为什么 你到哪儿都是人人喊打吗 因为人家姚敬波帮你说句话 你还去追杀人的 我要对结果负责任 好吗 好 来 说吧 底薪5000 然后呢 加销售提成 每个月600块钱参补 加6写一斤 姚总您这边 那个2000是 底薪 我们其他福利是跟这个 其他人是一样的 那扣完5写一斤还剩多 扣完以后是1400 人是30 思考一下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58同城 还是360游戏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你们俩 再见 我选择360 谢谢你们俩 谢谢你俩总 谢谢你俩总 谢谢你能给我张名片吗 你能给我张名片吗 再见高点 为什么高中值这边 都要那边的名片呢 他 他已经找我要名片了 估计就后悔了 属于 他回头就把360广告 卖给你 哎 对了 他要敢找我卖广告 我就把它留在我们公司了 我说广告 这个广告太难卖了 这个到我们公司来吧 非常好 非常好 我希望有同台的竞争啊 选择快乐 选择乐巴 这里是乐巴鼠片 非你莫属 感谢乐巴鼠片 对本栏目的独家冠名支持 上58同城 招聘应聘入职快 58同城一个神奇的网站 感谢本节目的 特约不认单位 58同城的大力支持 同时你也可以在 58同城上报名 参加节目 下一位 陈阳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 本科 大家好 我叫陈阳 来自河北宝定 经常玩游戏的玩家 给我鼓掌号吗 我选择游戏这个好业 就想想改变那些不玩游戏的人 对于游戏这个行业玩游戏 这种行为那些偏见 好 谢谢大家 找工作来的吧 知道自我介绍 需要介绍自己吗 你不是来改变世界的 你是来找工作的 你是谁 来 各位老板好 然后我是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 然后我不仅是一个玩 爱玩游戏的那个宅男 而且我是一个有自己的看法 还有有自己的对对游戏这个行业 有自己读到的见解 然后对一个宅男 2011年毕业 对 毕业之后 然后我就去央视网 嗯 视频编辑 是什么时候辞职不干呢 12年吧 12年6月份的时候 然后在另外一个游戏公司 嗯 这个我现在还在带职 也是半年多一点的时间 对 为什么又不干了呢 我 为什么又不想干了呢 没有说不想干 因为 呃 我是说这个 这些 这些什么盛大 360 还有完美世界 还有巨人 还有网易 这些公司都是我 梦寐以求想去 想去的地方 我从毕业之前 一直到现在 我心里当中 是我对我 将来所从事那个行业 是有自己的一个 很执着的一个目标 非常好 来 各位 邵刚想问个问题 哎 关于他的游戏方面 是各位 那个 你的简历上面写的 你现在还在职是吗 对 所以我现在非常好奇 如果你的同事 尤其是你老板 看到了现在这个节目 如果今天你这个求职失败了 你该怎么办呀 如果我 这次 应聘失败 我 再重新找工作 你 你提的这个第一印象 写的是 奇果360游戏体验 是你是不是看到流量 给你发 就是发的那个 忽悠人的那广告 是吗 对 对 这话问得让别人不敢答了 所以你今天是专门 认识看到流量 所以你知道吗 拿到这份简历的时候 我问流量 我问这是你们的托啊 这个写的第一印象 奇果360游戏体验师 对吧 我是看到那个广告 那个招聘那个广告来的 对 游戏体验师是有的 刷刚老师真的是有 那可能各个公司叫的不一样 我们公司叫游戏 我们叫兴趣体验组 就是这样做 那其实这份简历上 他看不到任何的优势 那我觉得你可能 跟大家所有的老板来展示 你有什么样的优势 能去信任这样的职务 好的 对 这一句话了嘛 法学毕业的是 不想当游戏体验师的编辑 不是好律师 那个还有一点 因为也看到你的简历了 也认识你现在的老板 坦率说提醒一点 就是360平台和你现在所从事的这家公司 其实在游戏行业里的性质 比较接近 它都属于游戏平台 都属于游戏平台 好的 现在你来说一下 今天来应聘 这些职位 你的优势 用一二三来回答问题 第一点呢 就是说 我本人就是说 那个思维比较严谨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说 我玩的游戏比较多 像端游 夜游 手游 相对于网游来说的PC 我都有玩过 然后对这些游戏呢 有自己一些见解 然后也经常发一些 产业类的文章 游戏产业 这听起来好像什么都可以做 这个我问也是这样 就是你提三点 这个你对巨人的这个了解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你对游戏分析师 你觉得你去 其实一个游戏公司 希望你做什么 你在其中能发挥出什么样的特产 好 先说 巨人的三个特点 发展 这些年发展的三个特点 一就是海外市场这一块 军海外市场 感觉这两年做的 其实挺不错的 然后就是 再一个就是 自己研发 那个游戏这一块 其实我感觉应该 再可以再抢 重点抓一下就可以了 好 三 第一 海外市场不错 第二 重点研发要加强 第三 第三 第三就是继续保持现在这种 游戏营销那种理念 那种作风什么的 你特别像一个来视察工作的领导 没有 就是我本身其实挺担的 就是我本身语言比较能力 不如我那些文字比较能力 要来得更犀利一点 我觉得写的比较好的一篇文章 是关于盛大前两季那个财报分析的篇文章 哦 盛大前两季的 所以他人家不光是一个这个这个律师编辑 人家还是一个一个一个财经的一个资深的财经 陈总你要知道我要这么说 其实我有自己的目的了 我的目的是要你听一下我关于 你这样的目的就达不到了 因为你看我一下就出来把你停住了 我觉得 你能直接达到目的吗 你想来盛大工作 不是 就是我想 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 我其实对于盛大他这个 在游戏这个行业 他那个做法我是一直很肯定 因为我在大四的时候 我再插一句 你别又聊到大四 这不好容易陈芳现在关注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屏蔽了 我帮你让陈芳关注你 你就赶紧给一二三啊 我对你取消关注 谢谢 这个我感觉啊 你编辑这个岗位和游戏体验室 这个岗位其实差得挺远的 就是说游戏体验室 是游戏里面的一些细节啊 一些情景啊 是让你真的玩游戏的 那编辑的话 可能通过财报啊 通过第三方的评论啊 来发表你的观点 这两个岗位差别蛮远的 就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你是中华大学毕业 很好的学校 这公司我了解啊 也是一个不错的公司 在游戏行业也是 排名挺靠前的一家公司啊 为什么这个游戏 这个公司没把你派到 它没有游戏研发体验 那种部门 没有让你去这个部门呢 在公司里面 我问过我们那个主管 就跟我之前在央视网一样 如果想换到别的 那个什么的话 就需要那个先离职 然后再重新 但是不对 不对 它和央视网真的还不一样 因为央视网的那个机制 还要更复杂一些 这毕竟是一家 民营企业 来这样 我们先交流到这儿 等一下大家有问题 还可以继续交流和讨论 十位 先是第一印象 选择 三位离开 盛大离开 麒麟离开 五八离开 流量也离开了 加油啊 加油 完美世界还在 你梦中的完美世界还在 天医生我有才 来 抓紧 要把自己好的一方面表现出来 我想再给他 再讲解一下 游戏体验师到底是什么 好 流量 游戏体验师就是 其实就两点 这个刚才也是 我们在下面讨论之后 大家形成结论 第一是非常热爱玩游戏 第二呢 非常善于挑毛病 其实你上来没有去表现出来 你这两个点 你没有说 我玩哪个游戏 它有什么毛病 玩哪个游戏 它有什么毛病 如果你这样表述的话 我相信一定都会为你留灯 好 其实就如流量刚才所说 你就极松的在这个场合上 就挑各个游戏的毛病 其实大家一定是喜欢的 因为这个抓住了游戏的核心 好 谢谢学峰的提示 现在我给你机会做这件事情 挑还亮着灯的 翻新一个完美世界吧 挑他们的朱仙 朱仙你应该知道 朱仙或者完美世界 或者你没有玩过 你就可以直接说 你没有玩过 没有关系 你玩过朱仙吗 没玩过 完美世界 完美世界玩过一阵 就挑他毛病 能挑出毛病吗 我想想啊 那是我去 想不起来没事 来到这 网易 网易游戏 咱们说那个 西游记吧 梦幻西游 梦幻西游 玩过吗 玩过 玩过 挑他的毛病 回合这种模式 还得 需要 再 加强一点 陈墨在这 金美人 是你们的 是吧 这个游戏 就是说 他再多一些 自己一些 自己一些创新的一些东西 反而就会留出 更多的那些玩家 我说这样 这个我发现 陈阳其实 不太善于说别人坏话 要不你就评价 征途三个好的地方吧 为什么你 为什么你 要让人家挑毛 不太 大家看到吗 大家看到吗 大家看到什么叫 用心险恶了吗 说别人的坏处 不太好 说 好 为了你好 到我这 来夸人吧 我觉得要把他 躺着喝出来 我们会说 你的坏处的 好吗 我启发 征途二 预备开始 要多坏 有多坏 其实我真的 没感觉 征途二 像你说的那种 我 挑点毛病 毛病的话 就是 更新有点慢 如果更新再快点了 更那个 还有更细节的 就是让玩家定机会有惊喜 比如 你可急死我了 这样 弄个什么活动 什么 所以小张老师 我说他要说三个好的 他能一二三啪啪啪 马上说出来 能吗 差不多 一 就是对玩家那个反应 处理的都十分那个 这不还是宏观的概念式的东西吗 不是像你想象 这个 你的阴谋失败了 我再让你尝试了一下 之后发现你的阴谋仍然失败了 来 欣欣 你是做编辑 做文字工作 并且上场写作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你的这一张报名表上面 是我们看到选手里面 所写的内容是最少的 而你做过很多事情 也写过很多东西 我在这张报名表上 丝毫没有看到 极其解露的信息 我觉得就是说 既然要参加这个节目的话 如果单凭一张那个简历表 去评判一个人的话 我觉得 那如果我被刷下去了 我就觉得 我不来也可以 但是如果 从我简单那些 描述那几点当中 如果你觉得 我还可以的话 我觉得 我来了之后 可以为大家展示 更多那些东西 这样 那个别冤枉吴总 吴总只是问你 为什么没写 我就是刚才说的 那个原因 就是我如果 故意拿一个很空的表 来试探这个节目吗 不是 我就说 我觉得我那表里面 列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挺那个 规矩 挺精品 你这就是典型的一种 较劲行为 你珍惜不珍惜 这次机会 很珍惜 珍惜应该怎么表现 我们曾经无数次 在节目里面说过 即便他们是游戏公司 在职业态度上 大家是一样的 每一个填的 和自己有关的履历表 有可能被别人看到的 要珍惜 要珍惜这个机会 这是一个 你在文字上 表达自己的机会 并且刚才你说了 自己不太上场 语言表达 比较上场文字写作 这不是一个表现 你自己文字写作 最好的机会吗 现在 六位 如果你们的灯仍亮着 主动权 就到了陈阳的手里 去或者留 选择 我真是 尝出一口气 好在还有一家 留了下来 谈钱不上感情 我还是想先 泼一下冷水 因为这个 我觉得还是 还挺重要的 其实看到你的简历 我就基本上心里有数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一直有观点 就是你前一份工作 就是你这个应聘者的照耀镜 看你之前的职业发展的过程 大概能了解你这个人 基本的组合能力是怎么样的 所以其实我最看重 为什么我给你留灯呢 我最看重你的是你的 其实是你的学历 学校非常好 另外一个 根据你的工作的需求 我觉得我们恰好有一个 很适合的工作 在线推广 它是跟游戏体验非常接近的 你首先要体验我们的游戏 然后通过体验的游戏 写出游戏的攻略 把你的文章分享出去 然后把用户吸引到 我们的游戏里面来 那这个玩家 他所有对公司的充值付费 你能够拿到一定的提成 得心一千五 中等水平 大概能拿到多少宋明 中等水平 大概是五千到一万之间 我们每个月最高的 拿最高提成的推广员 应该是在三万到四万之间 我清楚这个 问到这个游戏 你知道这个游戏 认真思考 告诉我们 光与华夏的这份工作 你是接受 还是谢谢 再见 接受 失落跟兴奋都有吧 在线推广 无论是从工作的性质 还是说工作的发展前景来说 都非常符合我对自己 好业工作的设立方向和目标 好奇 是不是玩游戏能说会道的都当老板了 我就发现你们一个个吧 都特别能说会道 分析师吧 特别有道理 而且不排除某些玩游戏的老板 做游戏的老板 不光能说会道 还特别狡猾 是吧 学丰 还可以 是吧 玩游戏的 有没有特别能说会道的 贵公司 特别能说会道 语言表达特别好 有很多 其实我相信我们很多人 都是从一般的员工开始 所以我们现在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最后一位求职者身上 希望他能说会道 好不好 来 最后一位 魏露露 23岁 黑龙江人 牡丹江师分学院 英语专业本科 大家好 我叫魏露露 想来传媒大学很久了 感谢非你莫属这个平台 今天让我能来到这里 谢谢大家能支持我 谢谢 使得多次好 我叫魏露露 今天23岁 我这人平时挺宅的 基本上在家就是看小说 看动漫 然后也喜欢玩cosplay 也做cosplay的拍照 也做这个衣服 来到非莫属这个平台 想寻求的是一份编辑 或者是与动漫游戏相关的工作 谢谢 你好 露露 小哥老师好 刚才说喜欢cosplay 还做衣服 对 都cosplay什么东西 有的是动漫的 就像吸血鬼骑士 还有黑直视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然后美少年战士 我特别喜欢 但是基于他们太美形了 我来不了 所以只能看一下 然后其他就是古风的 包括游戏小说 这些都做 那你了解 今天因为是游戏专场 大家都是游戏的公司 那你想过没想过 你要去游戏公司做什么呢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像游戏一般都是有剧情的 我可以就是筹划写这个剧情 如果是人物设计的话 我就是现在是 因为我学过一些美术 我可以做那个人物设计 但是虽然是不会那些软件 我可以慢慢学 因为我觉得学的还是比较快的 对于这个动漫啊 游戏啊 除了喜欢cosplay 还喜欢什么呢 还有像网配 网配啊 对 网罗配音 配过什么 少年吧 这种 假如说一个人物叫 叫管不着 这个小男孩就管不着 然后他就说 这管不着是什么 他就说 管不着真的是地球生物吗 就这样子 是这样子 你是一个 在你的心里面 住着一个五岁的女孩 有的时候是 天岁 不是 有的时候是 我觉得我 有人格分裂 不同方就是场景 天气就不太一样 稍等我俩聊 私下聊句天 有些话 找工作时候 不能这么说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不同方法 我的性格有多面性 什么叫人格分裂 请问你的性格 是什么样的呢 我的性格是 360度的 多面性的 非常好 而且还带了 直入广告 原来是这样的 这些年做过什么职业吗 现在是编辑 图书编辑 图书编辑 我是想做小说那方面的 然后现在的 做就是比较模式化 模式化 然后我就不太喜欢 现在做的不是小说 不是 有一个模板 就那种样子的 那你的这个编辑 主要是把文字 放到模板里 这样的工作 也不是 创作性多吗 创作性也有一部分 但是不是那么太多 本身就特别喜欢 弄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 所以说搞些创新的 然后就想 还是小说这种 或者是比较能让我 发挥想象力 有个人色彩 思想 或者说创意在里面的东西 好的 来 到了各位提问的时间 你英语几集 我英语 你都没过 你有男朋友吗 为什么要问这个 因为我们公司在深圳 如果你在北京 会有非常深的人脉关系的话 我觉得 我接下来的问题 也没什么必要问了 因为你对于换城市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大多数人 在这方面都是比较难过关的 这样 是因为我是说 本人还是比较希望是在北京 因为说北京我有很多认识的人 就希望留在北京 来 露露 我看你的简历里 一个特殊爱好写的是说 写小说 你有写过成本的一些小说吗 还是自己爱好 没有写完成过 就是短片的写过很多 然后也有投过稿 然后长篇的 就是一直没有写完 还在连载着 在哪连载呢 在奇典网 但是就是 后来就因为 奇典中文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有很多 就是事情耽误着 就是先写好了 但是我又没有更新 好久好久了 你写了多少小说大概 是是是 一般是什么类型的 你的文笔大概是什么类型的 你说现在正在 那个奇典那 连载的那个 就是属于古风 古风的 然后武侠加点玄幻 武侠又有玄幻 穿越吗 不穿越 稍微有一点言情 还有那个 武侠玄幻言情 是要有点小小推理那种 那种 还有推理 但是现在不太擅长 只是一点点 武侠玄幻 推理言情 明白了 是我在高三时候写的 所以在高三之后 就是没有更新着 就是在本上写 你稍等一下 高三以后就没更新啊 这高三离现在多少年了 就是 好多年了 然后就因为大学的事情 就一直比较多 那你看 你大学学的是英语专业 刚才呢 陈墨问了你问题 说英语的状况 你说你英语状况不好 你大学的时候呢 又没来得及 把那个小说写完 你说大学特别忙 那大学忙什么呢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也不知道在忙什么了 因为我觉得 每一段时间都需要 有一个那么一个心情激情 那一段时间我就觉得 不知道情节该往怎么写的 然后之后 就是这几年也看了好多好多别人写的小说 所以我觉得 我高三写的小说 现在的看来我就觉得特幼稚 然后就想 就把它想好之后再把它重新写 然后之后也就是因为一直 后来接触到那个网配嘛 然后就跟有时候玩这个 然后Cosplay也是从大三 算是从大三嘛 正式就是玩起来的 好 来各位你们提问吧 到了大家提问的时间 金波 你高三的时候你有时间写小说 按道理这个时候是你最不应该去写小说的时候 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呢 我就是觉得如果就是 就是有一段时间如果高压状态的话 越不想干什么就越应该干什么 然后那段时间我觉得时间也挺充裕的 然后真正给了你充裕的时间 你可以干了你都不想干了 有时候就这样 说实话我这边还真有这样的工作岗位 而且确实需要方方面面的兴趣都有 但是我一看你生日还真是双鱼座 双鱼座不是注意力特集中吗 分裂是我这星座的双子座的 我以为只有双子座才能干策划呢 那个确实实 一个产品无论如何 你大概得做多长时间才有这个成绩 就是做研发 后面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深度都比较深 确实实实能不能坚持 我接着上进这话 我真是要为游戏行业多说几句 游戏行业 我相信你们研发任何的一个新的产品 怎么也得几年的时间吧 这几年的时间也是无数次的失败吧 咱们就说我不懂我瞎想 就说游戏里面一种兵器碰兵器的声音 那也得千百次的尝试才能靠谱吧 对 是吧 少哥说的非常对 好游戏你说到最核心的 就是好游戏一定是改出来的 不停的调整 一定是这样 所以就是坚持特别重要 我们现在包括上进问你这问题 就是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件事 说这个事我坚持了很长时间 给我们点信心 是 其实就像其他有说这件事 其实坚持的是很长时间 只不过是我没有写几个小说 写小说基本上是我从初二开始的 然后一直写到现在也有写啊 你是更享受这种 这种帮别人 就比如cosplay 我注意到你是写 比如说可能做一些服装的制作之类的 这个东西 你是更享受这种帮别人做的东西 一个成功的作品出来 还是说你自己的小说 在这两者之间啊 注意这是有不同的 一个是你帮助别人去亮相 得到一个很不错的评价 还是说更k爱说 你自己写的小说得到别人的赞扬 这两者之间如果是让你挑一种的话 挑一种的话 应该算是说小说吧 小说 还是你自己的作品本身能够 对到别人的认可 因为小说这个是自己写的东西 而且是独立完成的 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同样的服装 别人可能会做成一样的 好的 做一个基础判断吧 觉得魏露露是怎么样 能不能进到游戏行业 如果能 能做些什么 注意工作地点只在北京对吗 嗯 只在北京 十位 去或者留 选 出现了大面积的离开 工作地点只在北京 我们在广州 好 来 宋阳为什么 我招聘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要对游戏有热情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比较基本的一个 好的 现在场上还有三个人留下来 天生我有财 我能先给他一个 你能 来 我觉得你 非常像我以前 接触过的一个员工啊 你问他很多东西 他会经常会告诉你一个就是 我忘了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 昨天你跟别人通电话说了 你们为什么这个事情没谈成 怎么谈的 他说我忘了 然后你很多事情他想回避 统一的回答就是我忘了 就像你刚才回答你大学去干什么的一样 所以这一点就让我刚才觉得 一下觉得特别头疼 马上就按 当时就想按掉这个 所以我觉得你回答任何问题 首先真诚 好 谢谢 谢谢刘亮 来 先从 先从那个语云来吧 其实刚才尚总说他是双鱼座 我其实有点纠结 因为我知道双鱼座人其实有点纠结 一件事情 你不用反复问他 他自己就会 这样也好 那样也好 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纠结的过程 自己会反复问自己 对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他自己会纠结 那其实到现在为止 其实说实话 我脑子里并没有想到 公司有什么合适的职位适合你 真的是没有 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 我其实想 比如说文案 写作 就文案创作这样的事情 你有没有可能去写 当然不是说你有想法了 你就去写 可能让你很痛苦的事情 即使没有想法 你也要去写 也可能不只是写一篇 那一天可能要写三四篇 可能会更多 那必须要按照 而且要达到有效果 让大家觉得很好看 其实当你把兴趣 变成你的工作的话 你可能就不一定是 那么有兴趣 做这样的事情 你能不能去接受 这样的一种状态和环境 可以 因为就像我自己 弄什么一样东西 就像做衣服 如果它没有原型的话 只是通过小说的文字描述 我会设计出无数种方案 就是后背的想的比较多吧 好 来 陈宝 对 我其实 我觉得 其实你是一个 特别典型的一个二次元 二次元的一个人 对 我觉得用一个 如果必须要用一个词的话 是一种很有爱的这样一个人 也是二次元里面经常用到的这样一个词 你很喜欢幻想 双鱼座 可能很喜欢幻想 老的一个小说 可能你翻来覆去 即使没人看 你也可以把它改二十遍 仅仅是可能讲一个故事给自己听 是的 对 所以 而且很喜欢创作 对 不管是说你来做一件东西 而且你很在意说 你要做出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 我觉得这些都是你的这个优点 但我想非常接近我们今天的主题的一点 就是说 你玩过什么网络游戏吗 不怎么说 就是他们对游戏的设计 我比较熟这个 因为玩COS会用得到 然后还有像征途啊 还有TCR啊 九年渐进啊 还有那个戴话戏友啊 然后 不是 你梦话戏友 还有是那个 其他的话就是玩网页和手机的游戏了 就是你更多的是对那里面的 所以小人感兴趣 所以我想 我想 我想应该 你的身边应该有非常非常多的 喜欢玩游戏的这样的人 你的朋友 会非常多喜欢玩游戏是吗 对 有很多人都玩 然后就像他们 我看微博他们发过一句话说 那个一玩儿见三物终身 这是好 这是 这是一个可以仔细琢磨的话 好 来 上去 哎呀 我有对小问题啊 说 然后第一个啊 都特别直接 因为跟你的岗位相关了 第一你读没读过网络小说紫穿 读过 我特别喜欢在里边紫穿秀 喜欢阿秀是吧 因为我们马上有个产品啊 就是根据这个老猪的紫穿改编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啊 小问题啊 就是你们那个啊 你你写作小说是比较擅长于写意的 还是比较擅长于那种写实 特别或者人物对白 我比较喜欢写 嗯 写意的比如说江湖 相不擅长人物对白吧 对白的话 因为网配他都是对白 嗯 所以这个也比较熟 好 对白比较熟 还有第三个就是美术了啊 嗯 那个你你你学过画画吗 学过 呃 你是学当时画画是画哪种 呃 我当时是 就是小时候学的 就是断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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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学的 然后比较喜欢画人物 你喜欢人物 喜欢动漫 嗯 你对蒸汽朋克的风格很熟悉吗 朋克不是 蒸汽朋克 不太熟 我比较熟古风的 然后就是比较萌细的那种 各位 现在你们是各取所需了啊 你们三位都问过问题 因为只有你们三个人留灯 三位去或者留 选择 好在还有一家留了下来 来上进先说一下职位 产品化专员 但是呢 它隶属于研发体系 嗯 换句话说吧 说得直白点啊 把那些好听名都拿掉 你会是我们某一个游戏 主策则画制作人的助手 就是你协助他 确认说你是协助他 嗯 然后 做一些故事桥段的设计啊 主要是产品化啊 表现出来这种啊 它怎么更美一些啊 嗯 哎 怎么听上去更好一些啊 嗯嗯 然后杂七杂八 叫产品策划的助理 嗯 我们一般还是叫产品化专员 对 明白了 路路 嗯 谈前的事自己来上走 嗯 那上走 请问一下这个 新制的底线是多少 因为我几乎都想要是谁 给谁做啊 嗯 大概是5.5K到6K左右 然后呢 我得跟他具体商量 但是呢 坦率说啊 对我对你来说都是个冒险 第一 这可是研发体系 这是麒麟最核心的部门 第二 就是我也觉得啊 因为研发里头啊 就是 当然帅哥很多 美女很少 就是要求有一定的定力 嗯 嗯 嗯 sorry表达问题啊 要求 不叫定力 叫做什么事 持续就要 持续性 对这个工作的执着 刚才少刚老师说得非常好 游戏产品 你准备了一两年时间 对 干两天 进去又飞了 这就没法干了 那个 具体地点在哪里 这很重要嘛 没关系 稍等 这 它在东三环和西三环 差别有很大吗 嗯 没有 对啊 所以为什么要追问这个问题 我就是突然想 我鼓励你们 我不是不让你们的问题 问技术含量高的 含金量高的问题 真没有了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 接受呢 还是谢谢 再见 我选择 接受 锻炼了吧 然后找到一些自己 很多的问题 还需要努力 以后还需要更淡定一点 然后想到更全面一点 不要出现这些状况 今天做这期节目的过程 对于我来说 也真的是学习的过程 因为对游戏行业一点都不知道 我发现游戏行业 和我想象当中的太不一样了 特别刺激 和游戏行业的求职者在一起聊天 也特别刺激 可能真的是 真的是行业不同 因为行业不同 大家彼此不熟悉 不同的行业 其实是有不同的语言的 这种语言 让行业中人特别的亲切 所以以后 在我们非你莫属的剧场满当中 我们会做很多的 丰富的 尽量包罗万有的行业的专场 希望能够对 学这个专业 或者对这个专业感兴趣的同学 有帮助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感谢各位 下次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